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否只能用来念诵 不能用来修行 略述经典中所隐含的菩提心修学方法 地藏菩萨本愿经不仅仅可以念诵 还可以实修 从比较基本的段落修善 广行不失 到大乘佛教所重视的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从自度到度它 这些都是蕴藏在经文里 可供我们闻思修的思想 图 网上图片 经典中提到的大菩萨虽然众多 但最为大家所熟悉的 大概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 在每年农历七月间 汉传佛教的寺院 以及一些民间信仰都会起见超度法会 大众之所以敬仰地藏菩萨 乃至发心念诵经典 这与地藏菩萨提倡孝道 就读父母有关 无论是发心念诵 或是印制流通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汉传佛教界中都是十分普遍的 这现象之所以盛行 多少与大众对地藏菩萨的认知有关 佛教徒一般认为地藏菩萨提倡孝道 重视超度救济父母 这种认知与重视孝道的汉帝传统价值观相吻合 故地藏菩萨及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中国佛教界中 备受尊敬 地藏菩萨不仅广泛为民众所敬拜 在出家种植中 也有许多大德特别推崇地藏菩萨 譬如明末的偶一大师 以及近代的红一大师与印光大师等 虽然地藏菩萨为僧俗二众所敬养及推崇 但一般民众对地藏菩萨的立生法门仍存有误解 最近就听到有种说法 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能用来念诵 不能用来修行 这种想法显示出一些佛弟子 对地藏菩萨本愿经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其实除了宣扬孝道之外 地藏菩萨本愿经 亦蕴含着丰富的修持方法 如念佛法门 以及为时等思想 地藏菩萨本愿经 属于大乘佛教经典 故经典本身 必定含护住大乘佛教的特色菩提心 本文尝试从瑜伽师弟论的观点 来略述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隐含的菩提心思想 发菩提心的因缘 大乘佛法的修习 主要以发菩提心为主 不过众生的根气不一 生活习惯 环境各异 故引发菩提心的因缘亦会不同 整体而言 菩提心的生起 有悲增上与之增上两种差别 而以瑜伽师弟论来说 引发菩提心生起的因缘 主要是因为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是指心中缘细住苦恼的众生 不忍心看到众生因无名 而堕落到卑贱的果报 生活在颠倒之中 更不知道如何离苦得乐 在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中提到 地藏菩萨遇过去生中 身为婆罗门女时 她的母亲信邪 长青三宝 不信因果 婆罗门女广设方便 劝又其母 另生正见 可惜她母亲却还是不信 直到去世之后 她母亲的浑神 躲在无间地狱 婆罗门女于是碎麦家宅 广求香滑 吉诸共聚 欲先佛塔寺 大心供养 希望透过这样的功德 就把母亲 在《严福众生夜感品》第四记载 菩萨另一世 转生为光木女时 其母亲因杀害悔骂二夜受暴 而下堵地狱 光木女获悉后 提累好气 并为母亲发广大誓愿 愿我之母 永托地狱 必十三岁 更无重罪 吉利恶到光木女的誓愿 并不局限 只救度自己的母亲 经中透露出 菩萨另一种思维 众生与我 有一种母子的关系 每个生命都有一个母亲 在过去的无量生命中 每一个众生都曾做过我的母亲 对我有养育之恩 所以我应该报答他们 经文更进一步指出 菩萨将救度的对象 扩大到一切友情 应有世界 所有地狱及三恶到诸罪苦众生 誓愿就拔 另离地狱恶去 畜生恶鬼等 如是罪报等人 尽成佛境 我然后方程正等正觉 这是菩萨以孝道为源 而引发菩提心的升华过程 从佛法的观点来说 这种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的悲愿 属于悲增上菩萨的思维模式 不忍圣教衰 圣教衰就是佛法衰微 这是注重在护法的层面而发心的 佛法僧三宝的殊胜功德 能令众生获得生死的究竟解脱 可是在向末法时代 佛法衰微不堪 而邪师说法如横和纱 菩萨为了护持正法 不忍心圣教的衰败 而发起菩提心 我们从哪些经文可以看到 菩萨的这种护教心呢 在《分身集会品》第二中指出 释迦佛入灭前 在刀利天宫附主地藏菩萨 要令苏婆世界 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 稀释解脱 永离诸苦 欲佛受祭 佛入灭后的像 末法时代 佛法衰微 众生因难以得闻佛法 未能如是修行 而无法解脱 为复兴佛法 利乐有情 菩萨答应佛陀 会令所有众生 归尽三宝 永离生死 知涅槃乐 若有人于佛法中 即使做得毫发许的善事 地藏菩萨也会渐渐将他度脱 使他获得很大的利益 在《严福众生夜感品》第四中 菩萨再次表示 我今有蒙佛附主 至阿异多成佛以来 六道众生 潜令度脱 以上是菩萨应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而引发菩萨心的因缘 无论是悲众生苦 或是哀圣教衰 都是属于悲增上的部分 从菩萨心的内涵来看 它是悲 之双运的 故除了大悲心 能升起菩提愿之外 能引发菩提心的 还有之增上 它包括建佛功德 文法欢喜 而这些部分经典中 亦有详细叙述 不过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不对此作进一步阐述 其实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仅仅可以念诵 还可以实修 从比较基本的段落修善 广行不诗 到大乘佛教所重视的 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从自度到度它 这些都是蕴藏在经文里 可供我们文思修的思想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